各位观众早安 欢迎收看这节的环抱推播 台北房子太贵了买不起 那你愿意用多少钱来租房子呢 现在在台北的大安区信义路二段上 就出现了这一间 今年台北市单价租金最贵的套房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间 其实是电梯的大楼 可以看到它门口其实装潢的很漂亮 那甚至是房子套房室内的设计 也是很有质感的 但是观察它的屋龄高达16年 甚至它室内只有11.57平 一个人住都会有一点拥挤了 但是它每个月的租金却要突破4万元 达到4.05万元这么高 换算下来单平就要3505元这么多 超级贵的 那大家就想问 为什么租个房子会有这种天价呢 房市专家就说了 刚提到的这一间 今年租金最贵的套房 它跟捷运东门站非常的近 而且它旁边还有东门金华国小中正国中 具有学区的优势 再加上它的社区还规划了4米5挑高的格局 因此它室内的空间住起来会感觉比较大一些 那再加上月租4万元 应该是已经包含了管理费在内了 才会这么贵 但是其实就算是包含了管理费 这个价钱仍然不是一般上班族住得起的 那到底里面会是谁在住呢 专家就分析了 这些高月租的套房 大多集中在台北市的中山区 大安区 中正区等等区域 这些地区它交通相对比较方便 而且商业机能好 还有高级的物馆等等条件好 通常都是中高阶白领的族群 或是外籍人士被派来台湾的时候 公司会补贴你租金 就可以住这种比较高单价的房子 或者是一些富二代 因为想要独立生活 才会在买房之前 短期租屋的选项 那我们看完租屋界的豪宅 带您继续来关注小资族的市场 根据统计 国内七大的主要都会区的购物族 台中台南高雄这三个地方 目前仍然以年收入60万以下的小资族 是最多的 其中高雄最多 我们可以看到 小资族在所有买房贷款的人当中 是高达了36% 是七个都市中第一名 那甚至台中台南也是紧追在后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专家就分析了 其实高雄成为小资族的天下 就是因为当地的房贷负担率 只有38.76% 是这七个地区当中负担第二轻的 再加上它房价本来就相对比较低 土地又很广阔 住宅的种类也非常的丰富 让部分的蛋白区跟蛋壳区 目前的平均房价 仍然是维持在一字头上下 是相对比较亲民的 那至于房价本来就比较贵的双北 还有新竹市 旧市年收入破百万的房贷族比较多了 比例最高的就是台北市 可以看到年收破百万的房贷族 是过半数达到了55% 那其次是新竹市48% 再来最后才是新北市39% 毕竟想在这些地方置产 除了你存款要多 你也得赚得多 以上就是这节的推播内容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然后再来一步 感谢观看